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部的支持下 我们争取了前瞻建设计划的支持 然后进行了演艺厅的整建 这次整建的内容大概包括了动线的改善 然后座椅的更新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会看到焕然一新的文化中心 那未来的文化中心呢 我们把它定位为基隆美术馆 也就是一楼到三楼是基隆美术馆 然后四楼到七楼是表演艺术中心 那新的表演艺术中心呢 除了原本的演艺厅加上岛屿剧场以外 它在中间的环形的部分 我们未来会有一个新的大型的装置艺术的设置 我想表演艺术中心结合了旧的一些古典的与会 加上一些新的设计 希望让它能够有更丰富跟多元的一个展现 尤其是大面的那个帷幕玻璃 大概从四楼以上 我们都可以坐在窗边 从东岸可以看到西岸的景致 六楼到七楼这次是第一次对外开放 那我想对于来看表演或等待看表演前呢 大家都可以一览整个港边的一个景色 整修前后的巨大差异 也让参与启用记者会的表演团体及来宾大为经验 这次的改装之后 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开阔 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搭配我们整个基隆港区都有做一些更新 我觉得非常有感觉 配合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启用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也规划了开幕季活动 从10月8号起到11月27号将集结 11个团体带来14场精彩演出 邀请民众重新走回剧场 感受患然一新的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记者张旗篇基隆报道 基隆市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快达19% 不过基隆市区安全的步行环境仍显不足 积极推动步行城市的基隆市议员童子伟 在质询时特别以行人众多的爱二路7楼高高低低为例 呼吁基隆市政府要重视改善 真正落实步行城市的理想 基隆市议员童子伟特别拍摄影片说明爱二路7楼高低不平的状况 对行走民众尤其是长者不够友善 呼吁基隆市政府进行整平改善 有很多状况尤其在五六日假日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7楼是非常多人在走 而且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所以最后就会变成很多观光客直接走在车道上 这是白天平常日的照片 一般假日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有印象 包含我自己的妈妈市长的妈妈 都常常在这边行走到仁爱市场 重点是我们这边非常多的老人在走仁爱市场这条路 所以我想好走是一座人本城市最基本的一个状况 那不要让老成为一种生活的歧视 因为我们开发很早本来就地狭人愁 所以骑楼高低不平 我们希望可以尽数来改善 那金融市的人口是老年化居北台湾之冠 全台第五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街道 除了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共同记忆 当然它最需要的是安全跟舒适 对此金融市政府都市法案处长薛新表示 第一阶段包括郭文广场及中一路部分 只剩最后一里路 明年度将从中二路继续进行改善 接下来则是爱二路等路段 中一路我们现在的规划是希望今年底就送 我们现在已经画完图了 同意书也拿到的百分比还蛮高的 那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 送营建署的工作 那所以送的话 如果营建署同意的话 是明年度会给我们工程预算 那接下来就就会爱二跟这个这个这个 东岸部分会选取一段开始去先去去争取预算 至于同主委建立爱二路单车契机车停车格取消 改为人行道 金融市长牛昌回应要从整体考量 目前仍有老旧桥梁需要改建 不过他也认同同主委步行程式的理想 从长远来看部分区域无车化是终极目标 最终金融市的市中心区是应该要朝向 某些区域是可以朝向一个 无车化的这样子的方向去努力 这是这是没有错 那也是我们现在逐步在做处理的 但是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一处可进 同志委也同步关心南龙路 人武路的人行环境不够友善 尤其位于人武路旁的第一分局与旧人爱区公所 这栋大楼是否有整体改造的可能 林武昌则回应第一分局是否原子重建 或是异地新建 能在思考评估中 记者张琪腾新闻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议员张耿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拿出位在七堵区风景秀丽的江子寮山上 新建大约20栋集村农社的建筑照片 质疑这些美人美奂的建筑 到底是别墅还是农社合法吗 金融市长林武昌答复市府各单位一定 依法依规定办理不合法的事情没人敢做 金融市议员张耿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拿出位在七堵区风景秀丽的江子寮山上 新建大约20栋集村农社建筑照片 质疑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 到底是别墅呢还是农社呢合法吗 这不是别墅啦 这不是别墅啦 你认为这样的 这种集村农社 一切合法吗 你告诉我今天的日期 100年110年10月3号 现在10点11分 你起来跟我答复 等一下我 起来跟我答复这一切合法吗 集村农社现在是别墅 一切合法吗 你起来先跟我答复 你只要跟我说一切合法 下一次历史的见证会追究责任 你要负责任 那位市长 这个刚才本期讲 你在认内 我们不要再说这个是前途准的 你也二次变更 你也变更太多了 二次三次 你的认内 一切经合乎规定 你就讲一切都合乎规定 这样就好 不要再牵扯其他 我知道就好 这统合 基董市长林又昌答复 市政府各单位一定依法依规定办理 不合法的事情没人敢做 好 谢谢张耿文议员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我们的同仁一定是依法办理 依法依相关规定办理 这个一定要合法 不合法的事情没有人敢做 所以你刚刚的这些问题 我相信我们同仁一定都是依法来办理 第二个是你刚刚有提到某个 陈情的一个个案 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些农民 他可能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的一些规定 或者是程序或者什么申请 不过我记得在我们大会上 针对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曾经处理过 也就是我们把那个水保的相关的 那个我记得应该是那个采法的那个表 有一个副表 那个我们做了一个处理 也就是说 可能等一下可以请采判处 黄庄长再做补充 就是这种唯一 就是说他有这个 不是一下子马上做采法 我记得在上一届的时候就已经处理过 所以不应该有这个问题才对 那如果有个案的这个疑虑的话 可以请我们黄庄长 这边再进一步 理清跟协助 谢谢 我这边 想要做处长 市长也讲得很清楚 针对马东里 当初本席也到现场去看 张耿辉指出 欺读马东里有一位农民小老百姓 种个菜部分房屋快塌陷 用土加固 就被市政府采判处 依照违反水保法处理要开罚 实在和集村农舍处理方式差太多 不过市长林又昌解释 个案裁罚如果有疑虑 可以请采判处再进一步 厘清和协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整合和平岛阿拉宝湾 潜力资源发展文化观光 推出阿拉宝湾聚落深度旅游 基隆市议员陈明健就关心 未来的观光发展 建议结合隔壁和平岛聚落 发展精致旅游 并建议各区都要来设置 部落聚会场所 市长林又昌说 虽然场地寻觅比较困难 但市府会继续努力 市府推动和平岛阿拉宝湾 观光新亮点 市长林又昌 观消处长曾志文等人 9月初视察阿拉宝湾聚落 体验当地的文化旅游 及品尝部落厨房美食 市议员陈明健在市政总咨询 建议市政府要串联和平岛聚落 发展当地的精致旅游 我想将来有可能会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再请教一下我们观消处的曾处长 对于这个阿拉宝湾将来 他的发展跟规划 尤其他的隔壁就是和平岛公园 将来这个部落是不是可以 能够让当地的规划 能够做得更好 我想这个在观消这边曾处长 我想你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想处长是不是能够来加以说明 谢谢 好 谢谢陈议员 那目前我们在阿拉宝湾这个地方 做了这些艺术装置 跟居民的这些相关的 这个共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坊之后 那我们现在也跟和平岛公园有合作 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这个五条路线 那这五条路线从五月底上架以后 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有13团 那暑假期间的阿拉宝湾的导览人数 也达到2556人 这样的成绩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是很难得的 那目前我们也接到部落这边 有反映了几个事项 除了刚刚议员所提出来的硬体的 这个部分以外 有两件事情需要再进一步的去 跟他们做一些讨论 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希望部落 有一些导览的人能够更多的人来参与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讲到 这个原住民的原住民餐特色餐 部落厨房的部分 有更多的妈妈愿意来加入 所以这个部分未来 我们必须要跟在地有更多的讨论 能够协助他们有这些导览人员的训练 跟这些部落厨房的人员的训练 那未来在这个地方 当然它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文化路径的部分 那文化局如火如荼 对于相关的这些硬体的部分 包括它原来有一个机关室 跟它往上的这一个炮台的部分 那这里我们会跟和平岛公园做一些串联 那和平岛公园在后门的部分 他们也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中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一整套的 这个游城的设计 那当然我们像昨天有一团 有很多这个国际性的友人 来到国际友人来到这个地方参访 那一早去的时候 因为是下雨的关系 所以呢 在地当然还有一些 需要改进的部分 包括环境整理 那我们最近都启动跟居民在地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希望借由居民的力量 能够在这个地方持续的 永续的去做一些维护管理的工作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未来要推动的方向 此外议员陈明健建议市府 在各区设置部落据点 让部落的文化可以传承 我们虽然已经有了原住民的会馆 但是我们更期待 我们在七个行政区里面 是不是也能够如同像我们原民会馆 有这样的一个原住民各区的 这样的一个聚会所 让我们原住民真正能够在聚会所里面 从事我们的这些的讲习也好 活动也好 我想处长之前 本席也提过 我们办个活动 这个活动中心 还是会有带一些 很勉为其难的这些资源 我们才能可以逐渐到这些活动中心 我们希望这些一区一个聚会所 我期待能够在我们各区能够实现 我想一区一聚会所 这是也一直是我们市政府努力的一个目标 不过它会涉及两个问题 我想未来也应该继续努力 最主要就是场地的一个寻觅 场地的一个寻觅 那这一点是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如果未来各区的我们族人同胞 如果有适当的一个场地 可以提议出来 我想我们都会来列入考量 优先来评务跟推动 我想这一点 不会因为市长的任期要卸任 这个脚步会有所停顿下来 这个也都是一直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谢谢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金融市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 行销八斗子深度旅游多年 带团导览员被称为八斗子的说书人 今年推出与海共舞的导览行程 带参与者走访于村 认识七斗子八斗子及九斗子 更运用鲜明的智慧打造DIY鼠狼海揽布 让所有参与者更认识这块土地 进而青海爱海与守护海洋 他们那时候对这个地方的称呼叫做帕套 所以我们八斗子被刀 其实这个地名是因译过来的 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导览员深入浅出 用说故事的方式带大家了解八斗子 在1926年大正15年就要在他们绘制的这张地图上 192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八斗子岛还是与台湾本岛分离的 而八斗子云民早年使用棉麻制成的鱼网 想要更耐用兼防煤就要运用这种植物 鼠狼 哇 那这就是鼠狼本人 长得很像分鼠 但很难吃 切开一看是橘红色的 乾隆发现 广西有一个芋谱绿头非常好吃 那就请刘庸要每年上贡 结果刘庸想说 我从广西送到北京可能都烂光了 我也要被杀头 没送我也被杀头 于是呢 他就用鼠狼去仿芋头给乾隆吃 结果乾隆吃完了以后呢 把和生臭骂一顿 他说这么难吃东西你也给我吃 因为不好吃也就没有食用价值 但鼠狼含有丹尼酸及胶质 因此渔民用鼠狼卵剂 加强纤维韧性 让鱼网更耐用 切块露水煮成一锅抽下麻辣烫的汤汁 就是待会要用的卵剂了 鼠狼卵剂的这种成品 它颜色深浅都不一 每一颗切开来去熬汁这个卵汁 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早期的渔民拿这个鼠狼 来卵这个鱼网 现在的话被我们来 就是希望重新推广 这个我们巴豆子在地的这个文化 所以看到这个鼠狼把它 我们制作这个缆汁 就是把鼠狼削皮以后 切成片切成丁 之后再下去熬煮 熬煮成这个缆汁 所以这个过程是全天然 结合DIY 想要缆出独一无二的布 可以参考八种绑法 导览员一一分解与解说 接下来就要让参与者 开始发挥创意 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构想 你不用害怕失败 布都绑好之后 就要开始进行三十分钟的 主布揽布喽 运用这三十分钟 跟着导览老师深入地方 听妙语故事 看古画石痕迹 一路走到大平超肩带 这堪称八斗子的枣田秘境 出现在眼前 碧海蓝天 礁石绿藻 美不生收 大伙换上防华力十足的草鞋 踩踏椒岩与海藻 感受海水的清凉 接着把刚拦好的布打开 进行日光玉与海风的洗礼后 就要来海水漂洗了 怎么变颜色了 变枣红色 对 很明显是不是 对 就这样独一无二的漂染布巾完成了 游客既能体验在地生活 又能做出鼠狼染布 这个活动 我觉得透过不同的绑法 然后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创意 然后每一个人绑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然后打开的时候 像一个惊喜包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做出来 就是自己独一无二自己的一条布 这个体验除了这个鼠狼的蓝蓝之外 我觉得还很有趣的是 有听到导览员解说了 巴斗子很多私底下比较隐秘的庙语的故事 而是我们身为在地的基隆人 真的是很容易忽略 跟不知道的细节 那今天透过这样一次导览 让我觉得 我有更加的在认识到了 基隆巴斗子这个区域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海水漂洗全程鲜明的睿智 同时也带动创意加值 更让人体验在南南大海中 漂洗不惊的热趣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目颗解王的辉煌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参拜感受法喜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博榜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推出111年学习型城市计划 与在地青年团队合作 其中被掏空的沙湾记忆走毒 带学生透过导览解说与戏剧演出 这种有别于课本的方式 来认识在地的历史文化 历史场景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清法战争的法国小学兽诉说战争情景 暖暖国中 战兵国中 成功国中 三所学校的学生们一路跟着导览员Mike 认识大沙湾曾经的故事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法国小学兽 我刚刚在那边听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下面有遗憾 然后很震惊 很荣幸说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然后去认识更多的以前的故事 以及来观赏故技 鼓励全民终身学习 进而建立学习社会 教育处推出学习型城市计划 与在地青年团队合作 这一次我们设计的一条路线 是在大沙湾地区做走毒沙湾的活动 主要是想要透过这个活动 带着基隆在地的国高中生 就是青少年们 他们来认识这一个地方的故事 那我们透过导览跟戏剧的方式呈现 所以他们有可能边走边认识这个地方 这边古迹 为什么会有这一栋房子 有这个建筑 这边的街景有什么样的改变 他们可以从导览说故事 来认识这个地方 我们沙湾地区的话 尤其这里我们有 刚修好我司令人观点 然后还有我们校官眷社 以及我们的 这边重新面貌的一个大河公墓 那其实是透过像这样子的活动 希望可以让我们学 基隆的这些国中的学生 让他们可以去了解 就是更多的在地历史 那是非常值得大家 来这地方走一走看看 有别于教室内的学习 来认识在地的历史文化 学生们收获满满 透过导览解说 与戏剧演出的方式 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走透透 更能深刻体验当时的情景 认识家乡的故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传统治疗胆管结石的医疗方式 不外乎是开腹或是腹腔镜 两种方法进行手术取出结石 一名年约70岁的男性 某天觉得右上腹隐隐作痛 原本以为胃溃疡老毛病发作 但是到药局买胃药吃了之后 腹痛并没有减轻 还出现恶心食欲下降 虚弱无力等情况 赶紧到卫福部基隆医院求诊检查 才发现胆管结石 因此经过评估 卫福部基隆医院肝胆肠胃科医师 胡果症 使用ERCP 所谓内视镜逆行性胆疑管造影术 简单讲像做胃镜一样测躺 再用内视镜技术取出胆结石 取代传统的开刀方式 那我们断层看到发亮 就代表说那边其实是有发炎 因为会冲血 血液带动那些咸影机 才知道它原来那边有发炎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这边胆管都有发炎 这个时候去做开刀的手术 术后的一些并发症或术中的风险 都会略微提高 而且加上有时候病人年纪 各方面不见得每一个都适合 马上做手术 所以藉由新的一个 内视镜的一个处理 是可以避免掉肚子开刀的 一个风险去处理这个石头 这位病患在手术后三天康复出院 术后一个礼拜回诊 验血指数和身体都已经恢复正常 胡果症医师指出ERCP 可以准确评估胆管结石大小 科数及位置 迅速取出结石 疏通胆管改善病况 另外也可以在取食过程中 把狭小的胆管出口稍微称大 让结石可以顺利取出 万一病人日后有新的结石 从胆囊掉入胆管也比较有机会自行排出 细石 一进去就发现这个病人 哇原来有两个石头 一大一小都卡在胆管的出口那一点 那因为那么大 出口那么小 所以当然会卡住 这个就是往往常见的状况 所以我们下一步呢 这个摄影宿结束之后就可以 直接马上接着取食 第一步我们会把这个出口撑开 第二步就是用一些器械把整个胆管疏通 把一些石头绕出来 目前ERCP有健保给付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和基隆医院联系 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今天的设计 我觉得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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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中家寬屏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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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阿 Kind 我找你 你的話